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部庆余年呢 但是在2020年的冬天 我们所有人都目睹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 从空无人烟的荒地 到一座占地34000平方米 拥有一千个床位的传染病医院 十天 要知道 在全球范围内建设一座500张以上床位的传染病医院 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 而我们 十天 这 就是我们武汉的火神山医院 建设一座传染病医院有多难呢 首先 空气问题 传染病医院的病房必须是负压病房 普通病房可不行 什么叫负压病房 室内的气压 必须低于室外的气压 我们都知道 空气的流动是从气压高的地方流动到气压低的地方称之为风 而对于负压病房而言 外面的气压比里边的高 这意味着外面的新鲜空气近得来 而里边被污染过的空气却出不去 而是通过专门的通道排放到固定的地方 所以你看 十天之内要建起的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拼装板房 而是带有负压新风系统的传染病房 这做得到吗 还有最困难的事 人 开工那天是大年三十 中国人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你工人招不招的过来呀 武汉封城了 材料晕不晕的进来呢 就算工人来了 材料也到了 几千个素不相识素昧平生的工人在工地上 同时协作又该如何协调 又该如何调度呢 国外媒体评价火神山是一个史诗级的工程 为什么是史诗级的 就是因为我们在每一个环节上 不但要快 要争分夺秒 还要精准 要无缝衔接 只有这样才能一秒钟都不耽搁 我认识一位在火神山的监理人员 他的手机里至少有一百多个工作群 每天接打电话两百个起步 每天回到宿舍嗓子都是冒着烟的 可见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个协调调度工作 而这仅仅只是调度了现场施工的 四千多名建筑工人 你永远无法想象建设这样一座医院的背后 你需要动员协调的社会资源 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当火神山还没有雏形 还不知道长什么样的时候 全国勘察设计大师黄西求博士说 我来 我参加并且设计过北京小汤山医院 我知道传染病医院长什么样 黄西求老先生今年已经79岁高龄了 是他亲自组织了紧急会议 在78分钟之内 就把17年前小汤山医院的设计和施工的图纸 全部整理完毕 然后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武汉中信建筑设计院 然后武汉中信建筑设计院的60名设计师 在一个小时之内集结完毕 24小时内拿出了设计方案 只用了60个小时就已经与施工单位协商 敲定了施工图纸 建筑工地需要用电 国家电网说 我来 260多名电力职工不眠不休 24个小时连续施工地 医院建到哪里 我们电缆就扑到哪里 确保不断电 建筑工地需要手机信号进行实施联络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铁塔 中国电子 中国信科等等等等企业说 我来 36个小时就把5G信号全面覆盖 保证大家绝不断网 绝不掉线 当工地缺乏原材料了 顺丰 中通 深通 运达 EMS 阿里巴巴物流平台说 我来 他们紧急开动了国内及全球的绿色通道 免费从海内外各地 向武汉运输救援物资 医院建设好了 需要互联网办公设备了 联想 小米 TCL 紫光 烽火通信 魏宁等等公司说 我来 他们分别带来了计算机设备 平板电脑 LCD 显示屏 网络安全设备 以及互联网医院云平台 当医院现在需要专业医疗设备了 联影医疗上海信头东软集团说 我来 他们带来了医疗专用的CT设备 维方 雅氏股份带来了ICU病房 和手术室专用的医疗空调 上海集成电路行业协会 带来了热成像芯片 乐普医疗带来了2000支电子启文剂 和700台纸加血氧仪 欧亚达家居带来了物馆团队 和所有的床铺物资 当然 火神山医院最最缺的 还是千千万万的基层建筑工人 当时正值中国农历新年 新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不言而喻 但火神山开工在即 十天的工期是铁大的命令 怎么办 这个时候 中建三局武汉建工 武汉市政汉阳市政四家建筑单位说 我来 他们在工作微信群里发出了紧急召集令 本以为不会有多少人响应 没想到微信群势瞬间爆炸 人在宜昌随时待命 人在京门随叫随到 人在安徽可随时出发 无数的工人自发地从全国各地奔赴到战场之中 他们匆匆地放下挽快临别亲人 甚至含泪写下诀别信 他们之中有装修工 有李瓦将 有军人 有司机 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平凡人 我就认识一位在火神山建设的建筑工人 他叫骆明良 1月31号大年初期 本来在家里过年的他 突然听说 火神山医院是急需大量板房设备安装工 他当即决定 我要去武汉的工地上帮忙 他自己开车 150多公里来到了火神山工地 气都没喘过来 就直接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骆师傅跟我说 他每天工作的时间是十几个小时 一日三餐全部都在工地上 为了抢时间 上厕所都是跑去跑回 而最令我感动的地方是 骆师傅在火神山竣工之后 他拿到了一笔7500块的工资 他下午拿到的工资 晚上就来到了火神山医院附近的菜店区公安分局 他跟民警说 同志 你有医院的联系方式吗 我想给他们捐点营养品 原来骆师傅已经把自己 刚刚拿到手的7500块钱工资 换成了140提牛奶 他想把这些牛奶都送给在一县奋战的医护人员 民警帮他联系到了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骆师傅还特朴实地硬要塞给在医院门口执勤的工作人员 五提牛奶 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向骆师傅平凡的力量 凝聚在一起构建成了创造希望的力量 当然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老百姓也为火神山的建设贡献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力量 洛阳一些家具企业 连夜打造了价值20万元的文件柜 发货后才跟你说 你不用买不用钱 这是我们捐的 河南 沈秋 白吉镇 退伍老兵 王国辉 大年30的晚上 驱车300多公里 开到了工地上 为工人们带来了八千斤的冬瓜 上海青和香菜 营业不到一年的一位淘宝店主金晨 看到工人们昼夜赶工 可是休息的时候只能坐在地上 于是发来了400个板凳 有时候你甚至觉得八杆子都打不着的一些单位 他们也参与到了火神山的建设当中来 在火神山医院的对面 是武汉中国石化知音大道加油站 这本来是一个特别偏僻冷清的小加油站 一共就只有四个工作人员 可是有一天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加油站里 呼啦啦的来了一大群农民工兄弟 四面八方 祖国各地 都是过来建设火神山的 农民工兄弟们说 施工现场啊 全都是泥巴 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 只有你们加油站亮着灯 我们只能到你们这儿来躲躲雨了 加油站站站长李正军说 行了 你们来 只要你们累了 想休息都到这儿来 农民工兄弟们说 饿了 想吃点方便面 加油站员工没二话 完命地给他们烧水泡面 每天烧了两百多壶开水 烧坏了六个水壶 农民工兄弟们说 没地方上厕所呀 加油站说 我来协调 给他们搞定了移动厕所 几天下来 火神山四千多名建筑人员都知道 中国石化加油站就是他们的红帽子港外 2020年2月2日火神山医院宣布全面竣工 此时此刻的火神山缺什么 缺的是医生 医护人员 这个时候 人民解放军说 我来 2020年2月2日凌晨 经习主席批准1400名军队医护人员 开拔火神山 兰州中川机场 广州白云机场 南京路口机场 一架又一架军用运输机 从暗夜飞向黎明 从大江南北 飞向江城武汉 昆鹏落天河 驰援火神山 2月2号下午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 已经进驻火神山医院 从厅令出征 到踏进火神山医院的大门 只用了不到12个小时 基辛格曾经在《论中国》中写道 中国总是被他们之中 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 是谁一直保护着中华民族 一路走来呢 是我们的火神祝荣吗 中华民族永续 光明的火炬 不是掌握在火神手中 而是掌握在那一盏又一盏 彻夜通明的白智灯之下 是那上千名不屈不恼 无怨无悔的中国工人 和无数朴实善良的 逆行者们的手中 一丝善念 一份勇气 据小刘已成江海 会成了一句又一句 我来 就是这些日益届日埋头苦干 献出自己渺小力量的普通人 用自己单薄的身影 挑起了中国的脊梁 我们相信 这次疫情很快会过去 是因为我们相信 人的力量 我们也相信 无论中华民族在什么时候 遇到怎样的危难 总有人 山高路远 不辞千辛万苦 为女 而来 尽这一份珍贵的感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